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前一阵时我看到国外大神 已经自创AMD RX6700XT 中阶显示卡驱动来支援MacOS系统 而且经过大家测试反应效果非常的好 也很稳定 看完后让我非常的心动 想马上入手一张来体验看看 我二话不说马上到原价屋网站查看 还有没有现货 嘿,结果怎么会这样啊 AMD的中高阶RX6700系列全部下架停售 而且是全面换上目前最新款RX7000系列在销售 目前也只能勉强买到中低阶的RX6500和6650XT显示卡 天啊,不会吧 平时挂在上面没人买的RX6700XT 消息一放出就被全部扫光光吗? 哎,没办法 只要在上虾皮购物找张二手鞋卡来测试了 结果逛了一圈全部比架后 还是从哥布林洞穴锻炼回来的 女骑士矿卡最便宜 嘿,虽然说这些抢救回来的女骑士矿卡 已经是身经百战 也一定有不可避免的内伤问题存在 但也还好 大多数矿卡都还勉强有一年的原厂保固 再说自己也不是没有冲进洞穴 抢救过几张矿卡使用过 而且这次也只是单纯想测试看看效能而已 所以为了节省拍摄影片制作费用 我只好再次勇闯哥布林洞穴 冒险抢救一张还不差的矿卡回来 而我买了这张RX6700XT 核运费加一加大约是5850元 不算贵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 但我也必须抱怨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买二手显示卡 卖家直接用手提纸袋包一包就寄出 而以前其他卖家会找一个纸箱保护好 再寄出是完全不同风格 真的让我当场傻眼也很震惊 老实说我在取货时 第一眼看到它 会有一种强烈不安的感觉 也很害怕里面包的不是显示卡 而是一对破旧衣服 当下我真的是很不想取货付款 但心里想一想 现在虾皮购物的缴货退货机制做得也很好 所以就新颖的取货付款 再来赌一次了 现在来开箱看看我买的是显示卡 还是一堆衣服 妈呀 这些胶带贴的真的有够搞缸 超级难拆的 欸?不会吧 上面封口不是纸片盖上 它是用两个手提牛皮纸袋 相互穿插在一起 哦!谢天谢地 第一眼看到是显示卡包装盒 终于让人安心一点 再看看背后这一堆包材 勉强算有做一点防护吧 而我这次购买也是和上次购买 RX6600XT同样品牌滑琴 因为上次测试滑琴 RX6600XT在MacOS系统下使用反应还不错 想说这支RX6700XT也买同样品牌显示卡 应该可以减少一些出错机会 而且这卖家也保留原始显示卡盒子 多多少少会让人有不错的加分印象 但在包装盒子整体外观新旧度大约还有7层左右 这一点就看个人可不可以接受了 好!快来打开看看我买的这一张滑琴 AMD RX6700XT 12GB 矿卡是被操练的有多惨啊 欸!不会吧!还附上显示卡安装使用说明书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买二手显示卡看到实物说明书 欸!不错不错!在盒子底部大概就没什么东西了 目前显卡外包装带看起来也很完美 没有脏脏旧旧的 但一拿出这一张RX6700XT显示卡一看这外观 哎呀!没错!它就是一张标准矿卡 应该有的外观模式 在散热级片上一定会看到长满氧化白毛的严重问题 但在风扇叶片却是干净的 不太像是操练过一年的风扇味 还是说这卖家有换过新品风扇吗? 欸!怪怪的!而且整体风扇锁转起来非常的顺滑 完全没有卡卡或是异音问题 感觉有鬼哦!在显示卡IO输出挡板也只有一小点生锈斑纹 所以说这一些输出孔应该也不会太机散才对 快把保护盖一个一个拉起来检查看看 嗯!没错!每一个孔位都干净 没有塞满灰尘保持的相当好 难道说真的被我捡到保了? 而且在背后固定螺丝上的保护贴纸也是完整没有破损 在上面固定螺丝也没有用十字起子转动拆动纹路 也没有生锈问题 所有固定螺丝一颗也没有少 哇!怎么办!感觉真的没有拆开自行保养过的行为 还是说现在手法已经做得非常高超 让大家都看不出有拆动保养或是维修的行为吗? 如果有观众知道原因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谢啦! 而这张RX6700XT终于有保护贴纸在上面 查一下大概就如同卖家说的还有一年有限保护 所以依目前这张挖矿一年的RX6700XT矿卡 整体外观看起来还算可以 如扣除散热鳍片上满满白毛不爽感觉 大约可算约有7-8成新的显示卡 所以怎么说呢?就看个人感觉和需求去选择了 好那开箱介绍就到这里 快来上机测试吧! 目前使用测试机台是基加D690主机板 搭配Intel i9-1390KCPU 系统叠M.2 SSD 是海盗船MP600 Pro 1TB 自带原厂散热器 读写速度有7100MHz和5800Mbps 记忆体是DDR4 3200MHz 32GB 好安装完成快来开机测试吧! 目前测试室内温度为16度的 台湾冷死人的寒流冬天 好快来进行手势装机开机测试 嗯...这张矿卡的散热风扇转动起来 非常的安静 一点叽叽叫的怪声都没有 看样子卖家说只有挖矿一年 是有可信度的 但可能是第一次安装开机吧 连出现主机板讯息到现在 也没有出现在萤幕还是一片黑 没关系我们再多等一会看看 哦...显示卡风扇转提功能好像启动了 OK...哦...终于进到Windows 11了 怎么会无声无息静悄悄直接进到系统呢? 真的怪怪的哦 好...马上用4Mark烧卡测试就知道问题 哦...不错嘛 一按下开始键 显示卡的散热风扇马上转动起来 我也试着把手放在显示卡上方出风处 也没有感觉到有异常的高温 狂吹热风的问题 嗯...不错不错 目前外观硬体功能测试到现在都还正常 这张RX6700XT矿卡暂时可以让人放一半心轻松一下 而在两个散热风扇在烧卡过程中 风扇噪音约在60到62分贝之间 会有很明显风切转动声 但我觉得如果放在机壳内使用应该是听不太出来 大约在烧卡10分钟后 RX6700XT的工作温度会稳定落在69度上下跳动 一线在台湾含流试捏温度约17度 它的烧卡温度不算低哦 我蛮怕在热死人的台湾夏天它会有点扛不住 烧卡温度可能会飙升到75度吧 只好再等到夏天再来测试看看我的猜测是不是对的 接下来在3DMark Time Spy跑分测试 在显示卡得分有12582分 真的如同其他YouTube测试一样 只高了RX6600XT一点点 所以多花了钱得到这种结果 就看个人能不能接受了 再来是游戏测试方面 首先是地皮线5RX6700XT矿卡在自身拥有12GB记忆体容量 让游戏帧数可以在100到120帧左右顺缓 但可是换到2077Cyber朋克就出奇的惨 只剩下22到28帧能玩 而且有时还会感到画面有点卡卡的 怎么这张RX6700XT在游戏表现会落差那么大啊 所以我马上开启YouTube上的8K影片观看 如果这样还会有点卡顿 就真的算很糟的显示卡了 但还好它的影片解码能力真的很强 在4K播放是顺到不行 换超到8K播放也是行营流水 一点压力也没有 终于可以让我放下120个星了 还好我买它的目的就是要来剪辑影片用 它的解码能力到现在还是很强 也正是我目前需要的 所以如果你是打算便宜入手来打游戏用 个人建议可能找NVIDIA RTX显示卡会安全一点 再来是Mac系统下测试 在Mac OS 13下可以自动识别出RX6700XT 记忆体也能正常秀出12GB和支援Metal 3 而在Geekbench 6跑分测试中在Metal得分有141916分 另一个OpenCL测试有7892分 真的比RX6600XT强了一点点而已 而且它的测试分数也很接近Apple M3 Mace GPU实力 当然在Mac电脑上来剪辑影片也相当的顺滑 滑鼠点到哪里它就去到哪里 一点疾疑或是卡顿感觉都没有 真的不得不佩服国外大神可以把RTX6700系列驱动 做到如此完美无缺 那测试完所有结果 如果你想买RX6700XT来剪辑影片使用 我觉得是可以大力推荐 如果是打游戏使用 我想你还是算了吧 在挖矿棋的折磨后 我觉得它的游戏能力真的有点功力大减 还是建议找RTX系列显示卡来玩游戏会好一点 而且这测试过程中 我也发现它的风扇四周 一直出现散热棋片上的白毛粉末 哎呀这样再下去真的很让人担心 感觉它的散热棋片还是一直在氧化中 不知何时会秀光光啊 所以当你决定购买矿卡 就可能会再出现很多问题 此时就要自己去承担看个人的取舍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有购买矿卡的经验要分享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分享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